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告白 失敗 該怎麼面對 這就很有趣了 兄弟 你這個問題很有趣 如果你明知道會失敗 為什麼你要告白 你懂嗎 這個年頭已經沒有所謂的告不告白 適合就會脫衣服 沒有在給你告白的 脫下了衣服那瞬間 你懂嗎 誰給你告白啊 告白有什麼用啊 不是 你們先想想嘛 你們先想想 我們人與人之間相處 都會尷尬嘛 比如說我們今天認識一個朋友 我們認識一個女生 我們在剛開始聊天的時候 會可能稍微有一些尷尬 你懂嗎 為什麼會存在這個尷尬呢 就是我們沒有嘗試過 我們不斷在觸碰對方的底線 我怕這個觸碰到 他會尷尬的地方 所以我們表現得非常尷尬 但是怎麼樣可以直接 破除這個 直接破冰呢 就是我們再也不會尷尬 就是直接打砲 你懂嗎 直接打砲之後 就再也不會尷尬 因為我們再尷尬的事情 都做過了 我們怎麼可能還會因為聊天而尷尬呢 所以以後看到喜歡的人直接上套 不不不不 要 要雙方有共識 他也願意給你上 也不要說上 就是雙方願意結合的時候 你們再結合嘛 在那之前 聊天尷尬是很正常的啊 因為他對你沒有好感 你做什麼都沒有用啊 就是你喜歡一個人 他不喜歡你 你表白有什麼用 你告訴我嘛 但如果你喜歡他 他也喜歡你 本來就會脫衣服啊 其實現在 你要怎麼樣確認 跟對方有沒有再交往 其實很簡單啊 就是從你們有了性之後 你們就等於有在交往嗎 你懂嗎 什麼叫做性愛 性與愛是結合在一起的 是分不開的 你有了性才會有愛 沒有性就不會有愛 你們懂嗎 沒有性就不會有愛 沒有所謂的純純的愛 純純的愛那不叫愛 也就只有性 有了性才會有愛 你們懂這個邏輯嗎 為什麼叫做性愛不是愛性 是性有性才會有愛 所謂的性愛就是 先有了性再有了愛 我都不知道夜店妹是我的男女朋友 不是啊 有性也不一定要有愛啊 因為是有先後順序的問題啊 你有了性 你可以選擇性 要不要有愛 你懂嗎 為什麼會有泡友 就是有了性 你們選擇性 不要有愛 那就所謂的泡友 所以你跟樂儀沒有交往過 對嗎 對哪 反正 FIN 哦 歐 煳死了 暗眠的結局 欸!你...你在搞嗎? 你在幹嘛啦?你在幹三小啊? 哈哈哈哈 這傢伙有點衰啊!他剛好在吃龍的時候遇到了我 欸!看到佳文!看到佳文!我看到佳文了 細節 什麼搶頭 欸!不是!不是! 誰這麼秀把佳文秀死了 什麼搶頭 這部會戰不是我發起的進攻嗎 欸!聊天室!要你們承認我很強 是不是比死更難受啊 蛤?是不是比死更難受 欸! 欸!為什麼要跳過去?我在幹嘛啊? 欸!太急了吧!我還沒到啊!欸! 欸!我還沒到啊! 欸!我還沒到啊! 這算很小啊! 啦! 我躲在這裏呢 等一下那個Eddie就死了 他一定被我抓到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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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我又沒有頭 全部都助攻 你們有看到剛剛會戰我有一個細節嗎 我連他媽冰箭我都閃過去啦 這就是我的反應啊 什麼靠賽啦 拜託一下 幹嘛 我誰啊 我還要靠賽 我還要靠賽才能做出那種操作 我是故意的好不好 欸 請問我什麼時候才可以打得贏他啊 我說沒有吸血 我覺得一輩子不會打贏他啊 他好像有點強欸 跨小 就要刮你一下 怎樣 我怎麼都沒有頭啊 我好想要單挑打贏這個賽恩 然後瘋狂羞辱他喔 我感覺 出個破甲 把鞋子換死亡之舞 才能屌打他欸 我可以站著跟他A嗎 你死了 下完 你知道嗎 下完 你知道嗎 下完 你知道嗎 我可以進去 下完 下完 哪沒有 猜ù 哪有 意思老實是 打得很棒啊,隊友 哈 幹我傷害怎麼低啊天啊 但是我覺得我挺carry的啊 哦 來吧